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长子兄弟姐妹大家安息日喜乐 感谢主带领我们一路的走走走到2017年最后的安息日 虽然我们在一整年的过程里面我们有许多亏欠神的事 但神的爱不离不去 神的祝福 神的恩典 神的看顾没有减少 所以真的值得我们来感谢 早上传道有讲到在点名的时候我们在哪里 年尾就是结账的时候 在世界每一个公司无论大小公司一年最后就要做一个总结账 今年是有赚呢还是有赔呢 你们就看很多原因 人工有中心吗有努力吗 每一年都要做一个总结账 那我们在信仰神的国里面也是一样的 如果主耶稣也向我们每一年最后就向我们做一个总结账的时候 我们怎样来交账呀 有账可以交吗 但感谢主啦 至少今天最后一个拜六 最后一个安息日2017年最后我有在啊 我有到教会啊 我在主的面前啊 我在神的家里面 所以感谢主 年头你也不在 年中也不在 年尾最后的安息日也不在 你到底在哪里 你到底在哪里 如果说是一个员工 一个工人 一个仆人 你对这个家 你对这个神的事业 你是个中心的工人吗 常常都不在的 如果说你是个儿女 神的儿女 你年头也不回家 年中不回家 年尾最后一天也不回家 没有常常回家看天父 看父母 你是一个孝顺的孩子吗 这是一种检讨跟反省 但我们很感谢真神 虽然我们信到这么软弱 表现得这么让主耶稣难过 我要说的神的祝福跟恩典 从没有离开过我们 难道不是这样吗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谁这样爱着我们 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当我不配得到你这样的爱的时候 我还是永远的爱着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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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信仰的道路上 有许多见证人 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有这么多的见证人 有像彩虹这么美丽的 在陪伴我们 像彩虹这样的美丽的感动着我们 所以我们就应当放下 所以我们就应当放下 忘记不是老年人 专有的事情 忘记不是老年人 专有的事情 许多还没有老的 像我这样 像你这样 我们还非常年轻的 我们常常都忘记 不是吗 每个人都有忘记的这种经验 我自己就是 曾经忘记过好几次 一次 上台讲到 要聚会之前 还剩下十分钟 传道 你在哪里 接到电话 很紧张 一直打来 一直打来 还有十分钟 我就要上台 什么事情 传道 我们等你 就要机会了 你还没有来 我上错讲台 忘记了要上哪一个讲台 教会太多了 讲台太多 忘记要上哪一个了 这些都是 有的一些经验 那信仰上 最大的忘记 就是忘记真神 忘记神 那在生活里面 最大的忘记 就是忘记自己 我再重复一次 在信仰上 最大的忘记 就是你忘记的真神 你忘记了 还有一位天上的神 在看着你 你忘记了 天上的真神 正在看着你 你忘记了 天上的真神 正在看着你 天上的真神 正在看着你 你忘记了 我们的神 正在等着你 在忍耐你 等候你 在生活上呢 最大的忘记 就是忘记自己 连自己是谁 都忘了 自己是谁 什么身份 都忘记了 我们今天 从圣经上来看 忘了我是谁 什么时候 我们容易忘记呢 请注意 当一个人成功的时候 当我们成功的时候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当我们顺利的时候 这时候 最容易忘了我是谁 请看这个列代之下 二十六章 二十六章 我们读十六节到二十节 列代之下二十六章 十六到二十 我们读中文了 我们一起念好不好 读中文了 他既强盛 就心高气傲 以致行事携币 干犯耶和华他的神 进耶和华的殿 要在香坛上烧香 祭司亚撒利亚 摔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 霸食人跟随他进去 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 对他说 乌西亚啊 给耶和华烧香 不是你的事 乃是亚伦子孙 晨洁甚至祭司的事 你出圣殿吧 因为你犯了罪 你行这事 耶和华神 必不使你得荣耀 乌西亚就发怒 手拿香炉要烧香 他向祭司发怒的时候 在耶和华殿中 香坛旁 众祭司面前 儿上突然发出大麻风 大祭司亚撒利亚 和众祭司观看 见他儿上发出大麻风 就催他触电 他自己也急速触气 因为耶和华降灾 以他 阿们 这是记录 乌西亚王犯罪 跌倒的事情 以色列的君王里面 大部分都不是好王 都是坏王 老实说好王没有几个 乌西亚王就是好王中的 其中一个好王 那是因为他行的正 敬畏神 所以神与他同在 你在前面 有时间你去看他的故事 前面那一节开始 神怎么样带领他 神怎么样帮助他 神怎么样让他强盛 神都跟他同在 可是突然间 15节说神跟他同在 神帮助他 到16节的时候 就说他得罪神 被神离去了 被神审判 就是因为他在成功的时候 在一切顺利的时候 在神住当中 他起了一个骄傲的心 在这个时候 他忘了他自己是谁 他以为他是神 可以更改神的法律 更改神的杰命 因为神讲很清楚 王是管理国家的 管理众百姓的 那是管百姓 生活的事情 管理生活的事情 管理国家的事情 那是君王的责任 可是在宗教上 在信仰上 是祭司在管理的 这不是王要 王管理的事情 神都 决心做得很清楚 祭司是做什么 王是做什么 都化得很清楚 可是他觉得 神与我同在 神许业我 祝福我 因为我行神 神许业的事 他也没有去烧香 所以祭司 那祭司主导 他说 你不可以 王啊 你不可以 因为很早以前 立法就定下来 只有亚伦的后裔 烧香 献祭的是祭司的事情 如果你不知道 我现在告诉你 可是他听了过后 他不单止 没有赶快 他还生气 生气 发怒 这里说他发怒 谁跟你讲 一定要祭司才可以做 我不可以做 我不是君王 是神许业的 神祝福我 所以第十九节 他就发怒 就硬硬要去烧香 神的审判 他马上临到 这是他犯罪 得罪神的一个记录 一个事情 讲起来就是因为他骄傲 所以十六节这样介绍 这样说 他既然强盛 一强盛呢 就心高气傲 对不对 人骄傲是有 是有他的条件来骄傲的 你没有条件 你怎么骄傲啊 我也很想骄傲啊 我没有东西来骄傲啊 是吗 讲学问 我不是那些 那些有文凭的人 那些波士级的人物 讲学菜 我没什么钱啊 讲什么 我跟人家都没得比啊 想骄傲也骄傲不起 可是有一天 我成功了 我的钱越来越多 我赚越来越多的时候 我的车越加越大量的时候 我的房子越来越大的时候 你还谈却吗 你还谈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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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心高气傲 神祝福我的 这个时候 最容易忘了 我事实 这个时候 最容易忘了 我事实 无论怎样 起意我们 无论怎样 祝福我们 我们仍然是一个 成土所做的人 我们仍然是要靠着神的怜悯 来生活的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容易忘了自己 因为骄傲 骄傲就容易忘了自己是谁 有一个故事这样说 有一天 有一只小老鼠 他跟他的老鼠家住 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 他们认为很伟大的事 那老鼠家住呢 整个老鼠群呢 就送他一个小小的礼物 那有一天呢 这个礼物呢 不见了 这个老鼠呢 做了一些成功事情的 这只小老鼠呢 就到处怀一人 偷他的东西 他开始想到的 就一定是那只野猪 野猪偷我的东西 我最讨厌这只野猪 臭到要死 那猪还没有到 眼眼就嗅到那个猪臭味 我最讨厌他的 他就到他的面前 你又没有偷我的东西啊 耶稣说我没偷你的东西 你转过神让我来看看 你转过神让我来看看 他又去找 一定是长颈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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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我的东西 你不要看他 这样走路好像很斯文 好像很优美 他很虚假的呀 大家都在欣赏他 我看到他都讨厌 他就去找这长颈鹿 你有没有偷我的东西 你转过神让我检查一下 后来 你有注意到吗 他怀疑偷他小礼物的那些动物 都是大大只的 不然就是高高的 他就是怀疑这些 后来他想到了 那一定是大笨象 你们是讲大象还是讲大笨象 大象就大象 为什么叫大笨象 我也不知道 从小就被这样教导了 大笨象 我又不懂啊 书是这样写 那刚好那个大象 在池塘里那边冲凉 在玩水 想到书是在岸上 大笨象 你跟我上来 大象说什么事情啊 老鼠小弟 你上来给我看看 给我检查一下 后来这个老鼠 这个大象 很顺服的 走上去 给这个小老鼠检查 检查过后 没发现 没有发现 他都什么东西 那个大象就问他 小老鼠啊 你到底什么东西不见 这个小老鼠说 没有啦 我只是在检查 有谁偷穿了 我的游泳裤啊 原来那个小老鼠 就是游泳裤 小小跳的游泳裤 他去怀疑大笨象 去偷穿了他的游泳裤 有搞错没有 这个故事是要告诉我们什么 就是说当一个人 成功的时候 说到人家成长的时候 他觉得他把自己膨胀 膨胀 膨胀到 好像大象这么大级 比大象更大级 你怀疑野猪 怀疑场景 怀疑大象 穿着你的游泳裤 你不想想你的脏袭 你的身材 怎么会去偷你的游泳裤呢 这个小子 这个故事要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自我膨胀的时候 很可怕的 他是小小的老鼠 他会把他膨胀到 好像天这么大 好像天这么高 其实这很多小朋友 听的小故事 可是只有给小孩子听 他要告诉我们什么 当我们有成就的时候 成功的时候 我们会不断的膨胀 膨胀 到最后就是 在这种情况中 忘了自己是什么东西 忘了我是谁 你再成功也不是一只老鼠吗 不是你啦 我是在讲到故事 是吗 你再厉害的 给你掌声 也还是一只老鼠 我们再继续 在什么情况中 忘了我是谁 在我们生气的时候 你没有生气过 你会说 你会问这么幼稚的问题 当然有啦 当然是 有人就是这样问过我 你说幼稚 有人就是这样问过我 传道你很不会生气的 其实 你没有看我生气太容易了 我讲到所有事 都会讲得很气 你就看得到 他说不是啦 我不是问这个老师 问你在家里 有没有对你太太生气 原来他是要来调查 传道跟传道 你的感情如何 我说当然会啦 为什么不会吵架呢 他好像发现 哇传道 你也会对老婆 生气的呀 你会对老婆发脾气的 他好像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他感觉到传道 应该不是这样的 因为他说 如果一些传道说 他不会的 那可能他 我怀疑他 我怀疑他 不懂是不是还活着 我怀疑他 是不是有生命活着 因为不会生气的 只有两种情况 一就是死人死了 不会生气 死人会生气吗 不会 一个人虽然没有死 人虽然没有死 可是他的心死了 心死了 麻木了 你怎么样 他都没有感觉 没有反应 他都没有感觉 没有反应 没有反应 连主耶稣 连真神 羔羊 都会愤怒 不是吗 圣经常说 神愤怒 当然 生气是生气 问题是你生气 你的表现如何 会生气 但是生气的时候 不放罪 这个就是 不同点在这里 我要说的就是 当我们生气 甚至愤怒的时候 最容易忘了 我是谁 我来看 一副所书的第四章 以副所书第四章 我们来读 这个二十六节 我们一起来读 圣经 生气 却不要犯罪 不可含怒到日落 这些我们都很熟 这圣经 没有说我们不可以生气 因为圣经很了解 我们是人来的 怎么会不生气 但是 你生气是可以 但是 你不要犯罪 在生气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犯罪 这个你做得到吗 很多人生气的时候 就犯罪了 你看一些人生气生气 没有节制 一直生气的时候 他出口 他的口就犯罪 讲了一些咒诅的话 讲了一些 那些很肮脏 很污谓的言 甚至有一些生气的 他的行为 做出一些伤害人 伤害孩子 伤害别的那种行为 那是犯罪的 那是犯罪的 你也可以生气的 但是你千万不要犯罪 生气但不要犯罪 那根座呢 不可寒露到日落 所以有些人就常常生气 我只是不要到日落嘛 现在才几点 现在才三点 三十五分 我继续生气 生气到四点 还有时间 我生气到五点 再生气 六点太阳下山了 不是 这里七八点 太阳还亮亮了 奇怪 我们那边六点 就是它已经暗了 就开始暗了 六点多 哦 太阳下山了 开始暗了 那我不生气了 我现在对你开始笑了 我现在开始对你微笑 是这样解释圣经吗 老实说 如果你真的认为是这样 你也做到这样 我对你 我对你尊敬啦 因为我做不到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很气很气 早上就开始生气了 下午也很生气 不理太太了 不理家 不要跟他讲话 你黑黑你臭臭了 突然间到六点的时候 stop 我就开始笑了 然后对太太很有礼貌 那等你说你很厉害了 你收放自如 你可以很生气 你也可以 stop 我就停止了 就开始笑了 我说说 这样我不尊敬你 我真的尊敬你 因为你做到 在心里面 你可以停就停 想放就放 想收就收 你是高人 你是高手 哪有这样的事 一个人生气要停就停 如果你可以停就停 你何必等到六点啊 我兄弟 你早上九点八点 就让他停了 何必等到六点才来停啊 这个意思是说 你要马上停止啦 不要一直再延续下去 延续下去 一直到没完没了 甚至到明天又明天 不要这样 但是老实说 生气的时候 很容易忘了 我是谁 这是真的 有一个学生呢 时常被他的同学 来欺负 他们见到他的时候 就故意的 跟他打招呼 hello hello pia 一下 你好 这样 他刚刚被他 往他背后 p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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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ando sus compañeritos lo veían lo asodidaban con mucha violencia 当然被打得很痛 y de dolía 然后第二个学生 又来 啊 小花 你好 pia 这样 después viene un segundo de hace lo mismo 他知道他们在欺负他 可是他没有 他没有办法反抗 每天见面的时候 就这样 pia 被打一下 我一定要报仇 他开始 越想越气 越想越气 我一定要报仇 我打也打輸他们 我想到一个方法 他就把炸弹 炸药 放在他的背包上 他想 他早上 他看到 Hello 小花 你好 pia 的时候 炸弹 他的整只手 他整只手 炸弹掉 他越小 他就越兴奋 越高兴 其实 这个时候 他在生气 想要报复的时候 他忘了 他是谁 当然 他也忘了 他自己在做什么 人家 pia 一下 最多是 整只手 没有掉 你是整个背后 一个大洞 伤害的是 你想要报复 报复的时候 伤害最深的是 自己 不是别人 人家最多 是一只手掌 没有掉而已 严重的 整个生命 都没有 这是个小故事 可是就是 很真实的 活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往往我们生气 想要 对付对方 向对方 报仇的时候 往往 伤害的是自己 自己损失更大 因为 忘了自己是谁 在这个时候 你忘记了 自己是谁 在什么情况中 我们容易忘了 我是谁呢 我们被人家批评的时候 我们在批评人家的时候 这个时候 我们自己是忘了 自己是谁 因为有些人 很喜欢批评人家 而且他是自动自发 自动的 不用你去教他的 也不用你用什么东西 去刺激他 他就自动会批评他 你买电器 买洗衣机 全自动的很贵的 知道吗 那半自动的都便宜一点 有时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全自动化的 很奇怪的 人就是这样 我们先来看 当我们在批评人的时候 你就是在忘记 自己是谁的时候 好 请看这个 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我们读三十三到三十四节 来一起读圣经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书第七章三十三节 路加福音书第七章三十三节 一二三 施洗的耶汉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 他是被鬼附着的人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你们说 他是贪事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耶稣在这里讲 这个世代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世代 这是一个批评 论断的世代 你看四十一夜汉来了 不吃不喝 人家说他是富贵的 他神经有问题的 哪有一个人不吃不喝的 他不是神经病吗 那就是批评他 论断他 那主耶稣来了 人子来了 也吃也喝 人家又批评他 这个是贪吃好酒的人 你到底要主耶稣怎么样 要试试他怎么样 如果他不吃不喝 你们又说他神经病 他又吃又喝 你们又说他贪吃好酒 那你到底他要吃还是不要吃 你吃他批评你 你不吃他又批评你 那就是嘴巴 嘴巴喜欢去论断 他不管你对错 这是没有对错 就是喜欢批评 这两个呢 是圣洁的仆人 是神的 圣洁的那些先知工人 也是被人家论断 那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圣经说 不要论断 因为在论断的时候 所讲的话 其实就是在论断自己 在审判自己 听说有一个妇女 有一个妇女 她很喜欢批评 常常批评人家 她一看到不高兴的事情 她的嘴巴 就自动的 就会开始批评 有一天 她到大百话公司去逛街 她就看到 有对面来了一个女人 她看看她 她那个自动的 那个嘴巴 就自动的又来了 又来批评 自动化的 她自己讲 你看 你看她的头发 好像 好像鸟 这样乱七八糟 你看 你看她的身材 好像河马这样 还学人穿紧身衣裤 对不起 了解就好 不用关系 她越讲 她越讲越讲 越靠近 越靠近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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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 越来越靠近 因为她是大镜子 所以她看不清楚 全力是个大镜子 她看到的是她自己 她不知道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你在批评人家 你在看不顺眼 这个 看不顺眼 你所讨厌 你一直在攻击 批评的事情 就是你自我的反射 其实是你自己来的 你平时很不高兴 很不满意自己 很觉得 很生气的一些事情 你很自动的反射 在别人的身上 你是讲别人 其实是你自己来的 她越讲越爽 越骂越大神的时候 越批评 越畅快的时候 这时 她根本忘了 她在做什么 她在讲什么 她忘了她自己 我们看 主耶稣说 这次 马太福音书第七章 请看马太福音书第七章 我们读三节到五节 三节到五节 一二三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自己眼中有良目 只能对你弟兄说 勇我弃掉你的刺呢 第五节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弃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弃掉你弟兄眼中的字 其实主耶稣就在这里讲 当我们在批评论断人的时候 其实是论断自己 自己的问题更大 自己的软弱更大 在什么时候 我们容易忘了我是谁呢 在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 谁不喜欢被称赞呢 这时候最容易忘了我是谁 我们来看真言书二十七章 真言书二十七章 我们读二十一节 二十七章二十一节 就是对我们的一种考验 一种试炼来的 每个人都希望被人家称赞的 没有一个人希望被人家批评的 传道也是一样 当然希望信徒教会来称赞 难道传道喜欢人家来批评 诶 批评我啊 批评我啊 哎呀 谢谢你啊 我很喜欢你批评啊 你神经病啊 这个传道 我们打扮到漂亮漂亮 我们穿得很美很美 用很多心来打 也是希望人家成长 丈夫成长一下 对不对 那就算你不称赞 我自己也看到自己满意 自己称赞自己一下 自己欣赏自己一下 那这样也OK 人都喜欢被称赞的 可是这个时候呢 我们最容易忘了我试试 小朋友都听过这个故事 叫做飞天乌龟的故事 乌龟飞在天上 飞天乌龟有听过吗 有一只乌龟 我很羡慕天书到老鹰 在天空飞来飞去 老鹰知道了 那就对他说 我可以帮助你 实现你的梦想 老鹰说 我很想帮助你 像我一样在天空飞来 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样帮助你 要怎么让你飞在天上 那我故事说 办法是有 那就是 我咬住一根柴 那你抓住这根柴 就可以带我到天上飞 我会据住一根柴 然后你抓住一根柴 然后你抓住一根柴 你抓住一根柴 那你抓住一根柴 这个是好办法 可是老鹰有点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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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事情 你千万嘴巴不要张开口 你千万不要开口 你听清楚了 你做得到吗 做得到 就是咬住那个棍子 然后听到什么 都不要开口 然后看到什么 稀奇古怪的风景 什么漂亮的 都不要开口 对不对 你记住 你千万不可以开口 好了好了 啰嗦了 开始飞了 然后比如说老鹰还听清楚 千万不可以开口 开始飞过山 飞过河 飞过乡村 飞过城市 结果呢 飞过乡村 飞过城市 许多人出来看 你看你看 会飞得乌龟 乌龟 会飞在天空 这是千古奇闻 有一个小孩 大家都在欣赏 都在赞美 这个乌龟 这个乌龟很厉害 可以飞在天空 那不懂这个方法 是谁想起的 有一个孩子说 不懂这个方法 是谁想起的 想出来的 大家在议论分分 有些人说 应该是老鹰想到的 乌龟 哪里会想到这种方法 乌龟听到这句话 就说 是我想到的 在听他 老鹰说 那是我 碎掉了 忘了我是一只乌龟 我还以为我是老鹰 你再怎样飞 你仍然是一只乌龟 你不是老鹰 老鹰就跟他 对着那个 跌碎的乌龟说 我不是告诉了你吗 无论你听到什么 你看到什么 你都不要张口 我不是告诉了你 这个乌龟是死在哪里 死在人家的赞美当中 死在他的西雍里面 人家问 这个是谁想到的 他说是他 被赞美的时候 容易忘了我是谁 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 我来讲 什么时候容易忘了我是谁 最后就结束 所以当我们有贪财的时候 说扩大一点 当我们有贪心的时候 这时候最容易忘了我是谁 我们来看提摩太后书 提摩太后书 九节到十节 第四章 提摩太后书四章九到十节 好来一起读 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 因为迪玛贪爱现今的世界 就离去我往 这是保罗最后书四章九到十节 这个人最后要死的时候 他所留写下来的东西 一定是心里面很挂念的 很战意的 很重要的事情 如果我们在临终之前 还有一口气说话 请问你会说什么 还有一点点力气写什么 请问你会留下什么 当然是我们心中很挂念 很重要的事 哪有的还剩下最后一口气 在讲啰啰嗦嗦的事 已经没有时间 没有这种力气给你讲了 他写最后的书信的时候 他说迪玛离开我了 迪玛是一个传道人 曾经像保罗他们这样 放弃世界来跟从主耶稣 做一个传道人 那他一段时间 他跟着保罗在世系传道 在学习 可是保罗说 他离开我去了 他为什么离开你 他为什么离开你 因为他贪爱世界 他离开我 他跑到 那是个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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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忘了他跟主耶稣的承诺 他更忘了 当他贪心 贪爱世界的时候 他忘了 天上神要给他的奖赏 跟那个天国 这一切早都忘了 已经忘了 很早就忘了 我现在看的就只有世界 我想的只有世界 这就是最明显的 我们来看 我也不会怎么样形容 不好意思形容 我们来看 耶汉语书第二章 请看耶汉语书第二章 我们读十五节 不要贪爱世界 和世界上的事 人若贪爱世界 爱父的心 就不在他里面 这是我亲身 自己体验的 一个真实的事情 我非常了解 这些圣经 因为我自己 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那是我已经做传道了 已经放下世界 放下家庭了 放下这些西容 可是我的心 又回到世界去 我一直想要发达 一直想要赚钱 还没有当传道 我就是个做生意的 做建筑的 那是承包工程 那当了传道 才拿几百块钱 我早就知道 很少钱早就知道 可是你真正拿到的时候 你真正拿在手里的时候 四百块的时候 马币哦 不是美金哦 拿到四百块 就是你们 你们的台币 台币 台湾钱就是四百 就是你们的四千块 不到四千块 三千多台币 你们拿币怎么知道 我不懂 一个月三千多块 台币怎样生活啊 自己都不够用 拿到的时候 我哭啦 我真的这样掉 眼睛掉下来 男人这么容易哭啊 拿到四百块钱 在那边哭啊 你真的是窩囊啊 这么容易哭 给你四百块钱 还在哭 我就是在哭啊 就哭出来了 那心里很痛 不是说已经放下世界吗 不是说已经看清这些财宝了吗 不是说已经看清这些财宝了吗 不是说只有看清这些财宝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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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当初了 那是当初了 当初真的是这样 你不用懷疑 确实是这样 可是出来工作的时候 看到信徒又换车了 那个信徒神祝福 又盖房子了 这个买车 那个又做什么 一直流口水 又不好意思流 那之后 喷口水 喷进去 那是新 就一直在想 我也要发达 我也要赚钱 那你做传道 怎样赚钱 我跟你方法多的是 他不能够告诉你 可以去投资 可以去买股票 买什么也好 很多方法的 但是心里就已经在想那个东西 所以 人若贪爱世上的事 你爱父的心 就不在你里面 这是真的 虽然我还是做做传道 但我还是传道 我跟你讲 我心里在想 一直在想钱 你都不知道 我一直在想钱 因为爱父的心 不在我里面 我只是外表上 好像做得很 规规矩矩 那个是外表来的 耶稣知道我的心 耶稣自备我 很生气的自备我 因为是在传道房 三点多 我还记得三点多钟 我在想发达的事情 我常常都在想 我还记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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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像有打雷的声音 很大声地打雷的声音 你的心不正 很大声地告诉我 你的心不正 心不正 整个人听到主耶稣 这个打雷的声音 整个人瘫痪在地上 整个人软下来 跌倒在传道房地上 倒在地上 没有力气 然后呢 圣灵帮助我 提我起来 给我的力量 好像有力量 这样推我上来 一种力量 在扶我一把 把我拉上来 但圣灵把我拉上来 从地上把我扶上来 那目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要安慰我 再骂我一次 那圣灵怎么骂我呢 他叫我去看圣经 他拉我上来 那个力量拉我 给我上来 我整个人软软没有力量 心里很恐惧 一种害怕 因为主耶稣生气 你没有听到主耶稣生气 那种声音 你不会怕 你不会怕 然后呢 圣灵帮我带到 传道房桌子 我们传道房桌子 一定有一本圣经的嘛 难道桌子没有圣经的嘛 有时圣经都会翻开来 放好好 翻开 信徒进来的时候 上哪水果上 传道这么努力 看圣经 我跟你讲 有时是骗人的 是我 别的传道不会做这种事 我会做这种事 我真的做这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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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有谁会跑去传道房 应该没有什么人会跑去嘛 但是就怕万一 万一 跑进来 哎呀 他看到传道这圣经开座的 对不对 我就做这种事 然后圣灵 当我到圣经那边 手一翻 一次而已 一翻 就翻到十多形状 第八章 然后手一指 手上一指 就是二十一节 一次罢了 准准的 就指下去 这里在讲什么 来一起读圣经 你看到没有 主耶稣就在天上 亲自用愤怒的声音 圣经的声音责备我 你的心不正 圣灵带领我去看神的话 看圣经神的话的时候 神的话再一次的责备我 而且比主耶稣讲得更严重 主耶稣只是说我的心不正 那是不对嘛 这里神的话说 你在神的道上 没有份 没有关系 你跟神没有关系 你跟真理没有关系 这个才严重 怕到我自己 一直在那边发抖 突然间 在那个时候感受到 我跟主耶稣已经 不属于我了 已经远离我 很远很远 自己感觉到整个人 就在那种黑暗里面 很可怕 很黑暗 很孤独 很害怕的那种状况 然后我闻下来说 主耶稣 原谅我 主耶稣 有这么严重吗 真的 我又不是去杀人 当然不是杀人 杀人还得了 我又不是去偷人家的东西 我也没有去骗净土的钱 也没有啊 我只是想发财 我只是想赚多一点钱 你这样就 你再成的道上 无份无关 我只是这样想而已 为什么这么严厉的 这样要求 这样责备 你再成的道上 无份无关 因为如果继续这样 侍奉 其实你不是在侍奉神 你根本心中 那只是个外科的 个外表 你的心已经是属于世界 你讲到怎么会有力量 你的侍奉 怎么会有榜样 你又怎样来成为 一个神的仆人 来做见证 心里有一个 一个大魔鬼 就是大偶像在心里 钱财就是最大的偶像 所以当我们想要 赚更多钱 想要发达的时候 很容易这时候 忘了自己是谁 我忘了自己是一个传道人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被主耶稣骂的 其实这是我第二次被主耶稣骂的 还有一次是要去神学院的时候 那心中 一个人贪心的时候 心中 就有了最大的偶像 在心里面 最大的偶像是什么 知道吗 大家都知道 但是大家在看一次 看这个最大的偶像是什么 请看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马太福音书第六章 我们读二十四节 来一起读二十四节 一个人不能够侍奉两个主的 不是爱恶这个呢 就是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呢 情那个 你们不能够侍奉神 然后又侍奉马门 主耶稣说 不能够侍奉两个主 两个主 谁能够跟主耶稣 放在一起评论 这个主是谁啊 这么大 可以跟主耶稣的位置 评比 主耶稣还解释说 你不是爱这个呢 你一定是恶那个 你不是看重这个呢 你一定是看情那个 到底是哪一个主 这么厉害 我们除了主耶稣还有哪一个主啊 耶稣说还有 你们不能够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就是钱 原来钱才今天 除了主耶稣 是我们另一个最大的主 就是我们常说的 最大的偶像 在心里 当你爱这个钱财 贪爱这个钱财的时候 主耶稣在你心中 已经没有分量了 没有重量 没有分量 耶稣说 你不是重这个 就是情那个的 一定的 然后呢 你也不会再爱耶稣了 因为你不是爱这个 你就是恨那个 你就是不理那个 这个主耶稣讲的道理 实实在在 句句都是实实在在 所以 作为我们年尾的 最后的安息的 这个勉励 我传道这篇 忘了我是谁 我们互相来反省 来警醒自己 因为传道说的这些 这些忘记我是谁 是传道自己也 常常会忘记的 不只有你们会忘记 好像传道有成功的时候 做传道也会成功的 有些很成功的传道人 大家很欣赏 大家很爱慕 大家很称赞 不是有很多这种 优秀的传道跌倒了吗 在成功的时候 他忘了他是谁 所以不只是在讲你嘛 也是在讲我自己 在来在生气的时候 我们也会生气啊 生气的时候 有意忘了我是谁 他有批评的时候 特别传道常常讲道理 如果都离题了 那就变成一种批评 那种批判 你们不可以贪爱世界 自己贪爱世界 你们要谦卑 要顺服 自己就是最骄傲 没有谦卑 你们要顺服 要顺服教会 顺服道理 自己不顺服总会 不顺服教会 对不对 在批评信徒 讲信徒的时候 其实自己也忘了 自己是谁啊 叫别人 不要去贪爱世界 自己在贪爱世界啊 所以这个年尾呢 你跟我都需要 这样的反省 你跟我都需要 这样的来警醒自己 要求神 带你带你帮助我们 有一个清洁的心 来敬拜主 来活在主耶稣的真理里面 你永远都记得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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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唱歌 468首 468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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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幕